我們今天要來上這個是MOTO CONTROL 就是我們大腦如何指揮我們身體的一個部分 那我想剛開始一開始先跟各位做一下簡介 我們這個大腦長什麼樣子 那各位看一下這個圖 可以跟我講你們看到什麼嗎 這是不同動物不同物種上面的大腦的樣子對不對 OK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什麼 姿態小的嘛Rat是什麼可以知道齁 他是大鼠嘛對不對 OK然後Ratbit是什麼 兔子的腦可以吧 然後這是什麼Cat 貓啊 Ship 冥羊 Dolphin 海豚 Chemmen Z 星星和人 好那可以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覺得他們的共通點還有差異點在哪裡啊 趕快給我一點Response吧 你看了這麼多不同物種的腦 那他們的共通點在哪裡 好老師直接點人了 好老師直接點人了 你們都沒有人自願了 而且都做這麼後面 這堂課這麼少了 都有皺摺嗎 都有皺摺嗎 不對吧 你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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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 好像比較平滑啊 你說有皺摺有啦 他小腦還是有一些皺摺 好那你會發現 其實他這是一點老師要講的 你從那個低等的腦一直看 看看到高等的腦 你可以發現低等的皺摺比較少 我們可以說他比較少啦 然後高等的那個皺摺就相當的複雜 這是一點 然後呢還有呢 反正我們就這麼少人啦 一人講一點 他們有什麼有什麼差異點 有什麼共通點 幹嘛那個男生 快點 他們他們的共通點在哪裡 不要懷疑就是你 有什麼共通點 剛剛那位同學講的是一個差 我們算他是一個差異點 好就是他的這個皺摺 大腦的皺摺程度 你看那低等動物他的那個腦 看起來外表看起來比較光滑一點 對不對 然後到高等看起來就是比較複雜一點 還有呢還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相同的地方也可以講 好 就是他們大概都有跟左半循或半循 好是左右對稱的齁很好 然後好像還有相當的對稱 還有什麼 大概都有相當多 大概都有小腦 有一些共同的構造 像有一些大腦 有大腦就會構造 有小腦這些構造 還有呢 你講的是一個很好 它共通點的地方 還有呢 還有什麼地方一樣或不一樣 沒有那麼難吧 那個大小怎麼變化 你可以看到高等動物看起來是相對來講是比較大一點 當然你不能拿那個大象或是鯨魚來比啦 它每次它是高等動物 不過我們只能說相對高等的動物 它的大腦佔它身體的比例來的高一點 大腦的容量 還有呢 還有呢 好我們剛剛講的左右對稱 然後大小還有皺摺 還有呢 就這樣嗎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個 有小到大嘛對不對 有簡單到複雜 OK 然後基本上左右對稱 然後該有的都有 像這個結構是什麼大家知道嗎 前面這個凸起來 這兔子又更明顯 這是什麼 這是繡球 有沒有聽過繡球 負責那個嗅覺的 我們腦部負責嗅覺的部位 你可以看到這個低等動物好像似乎來的比較明顯 你看到人類的 或者是看到Dolphin的這個 幾乎都埋在底下 看不大清楚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高等動物的看起來好像 它的繡球就沒有那麼 比例來講沒有那麼大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不同物種上面 你可以看到其實腦 他們都有很高的相似性在那邊 都是左右對稱 然後有所謂的 左半球右半球啊 然後像這是大腦的部分 小腦的部分 以及往後延伸呢 你可以看到脊髓的部分 OK 那基本上如果說我們由上往下看 來看它的整個 整個 大致上的結構來看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是繡球嘛 那這是大腦的部分 有左右半球 那這是我們小腦 往後延伸的是脊髓 那當然如果說你看人類的腦的話 你由上往下看 這些結構齁 基本上都在底下 所以你看不到 OK 但是如果從側邊看的話 就滿清楚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一部分是大腦的部分嘛 前面這邊是繡球 然後呢這邊是什麼 我們中腦的部分 OK OK 往後延伸這叫做什麼 包括什麼 Tones指的就是我們的小腦 OK 好 Madana指的是我們的眼腦 OK 那這一部分呢 指的就是我們腦幹的部分 有沒有聽過腦幹 有嘛對不對 好 那這邊是什麼 我們的小腦 這樣可以嗎 所以不管高等動物低等動物 其實他的 他的大腦的結構其實都很類似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這個大腦 是怎麼樣控制我們身體的運動 其實很多地方你會發現 不管是這個高等動物或低等動物 其實他們有很高的相似性 大部分都是那幾個 腦部的結構來控制這個 我們身體的運動 OK 那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先跟各位稍微 簡介一下我們腦長什麼樣子 OK 好 那基本上如果看到神經系統的話 我們剛剛都只看到這一部分 上面這個藍色的部分 大腦小腦 腦幹的部分 往下延伸下來就所謂的脊椎嘛 對不對 我們脊髓的部分 OK 那基本上我不知道以前老師 你們老師有沒有教過 在高中時候 應該有吧 有教過所謂的中樞神經系統 跟周邊神經系統 有嗎 知不知道他的差異在哪裡 什麼叫做中樞神經系統 什麼叫周邊神經系統 什麼叫周邊神經系統 不知道 OK 很簡單 中樞神經系統 這邊講central nervous system 就包括什麼 大腦跟我們的脊椎 脊髓 脊髓 就這兩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圖畫上去的 藍色的部分就是我們中樞神經系統 這個藍色以外的部分就是我們周邊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所以不難去做區別 那基本上你看到中樞神經系統很簡單 就包括腦跟脊髓這兩個部分 那周邊神經系統又分成幾個不同的部分 包括些什麼 這邊包括一些跟感覺有關係的 跟運動有關係的 就是我們的神經系統主要就區分成 大部分就是跟感覺有關係 或是跟運動有關係的 那感覺又可以區分成兩種 你們如果看這個框框的話 指的是什麼 Somatic Sensory跟 Visceral Sensory 知不知道它是什麼意義 Somatic的意思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我們身體的意思 那你看它 你看它 你看它 包括些什麼 包括你皮膚啊 這些感受都是嘛 OK 你皮膚感受到的紅 感受到的熱啊 痛啊 壓絕 觸覺這些東西都算嘛 這是一部分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呢 Visceral指的是什麼 我們身體內部的 所以你身體的一些內臟也有一些感覺神經 所以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些周邊的神經系統延伸出來的 如果是參與感覺神經系統的話 分成兩種 一種就叫做這個Somatic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Visceral 主要一種就是我們體感覺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身體內臟的一些感覺 這樣可以嗎 OK 那另外一類我剛剛講的跟運動比較有關係的 那你基本上可以也是分成兩種 這個應該以前有聽過啦 什麼是這個非自律神經跟自律神經 有沒有聽過 有齁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樣的 這個也分成兩類齁 一部分是指的是Somatic 然後一部分是Otonomic 指的是什麼 一個指的就是Somatic就是指的你 你大腦你意識能控制的這些東西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去拿一個杯子 我手伸出去拿一個杯子 這個動作 是我大腦告訴我的肌肉這麼做嘛 對不對 好 那另外一類是什麼 內臟的 像你心臟的跳動 這不是你大腦決定要他跳他就跳嘛 不是你的意志去決定的這一類的 OK 像你的大腸胃的蠕動啊 這些都算是嘛 都是算是你內臟的這些運動 OK 這些肌肉其實都是屬於自律神經系統的一部分 所以這樣區分可以嗎 OK 好 那自律神經系統又分為所謂的 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 我想這應該以前 以前你們多多少少都有聽過嘛 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 其實是互相配對的嘛 譬如說我們腸胃的蠕動 什麼時候該腸胃蠕動加速 什麼時候該減慢 這都是一對一對的這個交感神經 跟副交感神經來控制的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基本上這個 我們剛剛沒看到的 如果你把這個 這個整個大腦從 從這個 側面去看的話 好 同樣的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大腦的部分 好 那這是小腦的部分 OK 好 那基本上 這個這個 比較明顯的幾個部位 我把它標示出來 像這個是所謂的 thelemus 有聽過所謂的丘腦 有聽過嗎 好 有聽過四丘吧 好 然後有聽過下四丘吧 下四丘是做什麼用的 大聲一點 蛤 跟我們身體裡面的一些 像賀爾蒙的分泌這些都很有關係 OK 在下四丘這部分 你講的這個 也可以是包含在裡面 OK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可以看到這所謂的 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邊腦幹的部分 好 那這是所謂的中腦的地方 OK 中腦的地方 那往下就是所謂的porens 就是僑腦 有人也叫他腦僑 基本上他的功能就是 聯繫這個大腦跟小腦之間 OK 好 那往下就是所謂的眼腦 眼腦是我們什麼 生命中樞嘛 對不對 OK 好 那脊髓就是我們最底下的部分 延伸到我們這個 這個 躯幹的部分 OK 好 那在這個範圍裡面 裡面我們都是要做中樞神經系統 這樣可以 好 那基本上 如果說你看到一顆大腦的話 你可以從他的外表來做一些 來做一些區別 基本上我們怎麼看 早期我們看到這個腦 你把一顆腦拿出來 然後去觀察它 你會發現這個腦其實還蠻複雜的 它有一些凹起有一些凸起有一些凹陷的部分 那基本上比較明顯的一個結構呢 其實你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可以發現可以看到這個左右半腦的部分 其實在這個左右半腦 它各自都有一些凹勾的部分 好 那比較明顯的這個地方叫做 也是中央腦勾的地方 好 那基本上我們大部分的這個腦區呢 主要是以這個 這個 這個大方 大方位來去判斷 好 那你可以看到 以這個中央腦勾 前面的 我們叫做什麼 frontal load OK 翻做什麼 前額 額頁或者是前額頁嘛 對不對 frontal load OK 那在這個中央腦勾以後的 我們叫做什麼 parietal load 也就是所謂的頂頁的部分 OK 好 那後面這部分呢 acetal load 指的就是我們的這個整頁的地方 好 那旁邊這邊還有一個叫做這個 temporal load 也就是我們的 這個 孽頁的部分 好 這樣可以齁 OK 所以基本上這是很簡單的 你從它的外觀來判斷 你大致 你大致上可以把腦 腦區 區分成這個簡單的幾個 四個大區域 OK 好 那 旁邊的這個圖呢 其實 就是 是把這個腦 用一個特色 那個透視圖的方式來表示 你知道我們大腦裡面其實不是 不是實心的喔 它是中空的 OK 好 那中空的地方其實它是 充滿了一些腦急水液 有沒有聽過 好 那基本上這個腦急水液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們腦室所在的位置嘛 OK 那我們有幾個腦室是不是啊 我寫在上面了 我們有四個嘛對不對 我們做個 左右半 左右半球各有一個 我們叫側腦室嘛 對不對 好 那底下這個地方 是所謂的第三腦室 好 那這個所謂的第四腦室 就是到我們這個 顏腦那邊去了 OK 那你 你發現他們的特色是什麼 這些腦室其實它都連結在一起的 OK 所以腦急水液 你會發現就是說 它會 溝通這個不同的腦區之間 它都是相連結的 這四個腦室 事實上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OK 這樣可以嗎 好 那腦急水液的功能在幹嘛 大聲一點 勇敢一點 你說的什麼 對 好 一些廢物氣體 養分的交換 都是透過這個腦急水液 OK 好 那其實你看到這個腦急水液 只是在裡面 其實它也有在我們腦膜下面 各位 各位知不知道就是說 這個腦急水液 由這邊製造出來之後呢 它會循環 然後到我們腦膜底下 有聽過嗎 其實我們腦膜底下 也是這個腦急水液包覆著 那各位想想看 為什麼要這個腦急水液包在那邊 為什麼我們會有腦急水液包在外面 會有緩衝的功能嗎 你腦袋去撞到 如果沒有這些緩衝的話 其實不得了 OK 我們這個大腦可能就像豆腐一樣一撞就壞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有一些 在腦膜底下 我們有一些腦急水液 OK 那這些腦急水液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養分 氣體啊 還有這些廢物的交換 透過這些腦急水液 然後還有緩衝的功能 OK 那這些腦急水液到最後會到哪裡去知道嗎 會到我們血液裡面去 他由這個腦中間這邊製造出來之後 循環跑到這個腦的腦的底下 這個腦膜底下 最後呢 在腦膜底下有一些血管 會進行把腦急水液送到我們血液裡面去 所以他會被帶出去 一些髒東西啊 一些廢物會被帶走 這樣可以嗎 OK 好 那基本上接下來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我們的腦區 其實 我們的大腦不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麼簡單 就四個腦區而已 如果說你以功能上面來區分的話 其實他有非常非常多個不同的區域 那其實這邊我沒有要你們去把每個區域都記起來的意思 大概就知道一下哪些區域是非常重要的 還記不記得我剛剛講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中間這個凹槽 中央腦溝是不是 我剛剛是這樣講 Century Succus OK 那基本上如果說你以這個Century Succus來區分的話 你大致上可以發現就是 在這個Century Succus前面的地方都是跟運動比較有關係的 跟你做運動這些控制有關係的 那在這邊以後的呢 大部分都是跟我們感覺有關係的 OK 所以很多感覺的東西呢 事實上都是在後面這一塊處理 運動這一塊的 大部分都是這一塊腦區來下指令 這樣可以嗎 其實如果你把它細分的話 你會發現總共有幾個區啊 這邊編到四十幾個區了 大大小小不同的 不同的腦區 好 那基本上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區域 除了剛剛講說這一塊 這一塊跟運動有關係 這一塊跟感覺有關係 還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像這個Visual Cortex Visual Cortex是做什麼用的 跟視覺有關係的 OK 所以你的眼睛如果在前面 你看到的這些影像 會投射 沿著這個神經 跑到我們這個腦區去 OK 在這個腦區呢 它會送到這個前面的地方 來做一些整合處理 所以你才能辨別說 OK你今天看到的東西長什麼樣子 什麼顏色 可以嗎 好 所以從你最前面這個眼睛的視網膜 收到訊號 送到後面來 然後再往前面做一些整合 好 那你處理了這些周邊的訊號 這些感受 感覺的訊息之外呢 你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就有這個 這個腦區來發號施令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像這個 這個前面這個地方 Prefrontal Cortex 前額葉這個地方 其實是跟一些Decision Making 很有關係 譬如說你要做一些決策 好 譬如說我們在 在我們講 嗯 我們在 我們講我們 我們玩 玩一些 撲克牌有玩過嗎 OK 好 那你會去算牌 或一些策略 OK 好 那你就會 用到這部分的哪 好 去思考說你今天 你要怎麼樣才能去贏 贏這個牌局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腦區呢 基本上是跟Decision Making有關係 跟你的決策是有關係的 OK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像這個 有其他的區域 像跟這個Visual Perception 和Memory有關係的地方 然後這個Auditory 這個區域 像跟我們聽覺有關係的地方 OK 好 所以幾個不 幾個那個 我們常看到的這些腦區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他是在做什麼 那我想我們今天會Focus的地方 是這一個 跟運動有關係的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這個大腦如何指揮身體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特別Focus在這個地方 我們怎麼樣 一個決策怎麼樣去發 這個腦區怎麼樣去發號 一個施令告訴你 身體的肌肉怎麼樣去做動作 OK 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好 好 可以的話我們就繼續往下 那這張圖只是更明確的告訴你 這個腦區的 好 這個是怎麼樣去分布的 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講的 好 這個 這個Area 4 就是我剛剛講 在這個中央腦構 以前的是跟動作 運動有關係的 好 那這個M1指的 就是那個Motor Cortex Primary Motor Cortex 主要跟運動 有關的這個大腦皮質 大腦皮質區 好 然後在這個M1前面有兩個 好 一個叫做這個SMA 好 然後另外一個叫PMA 它的全名應該叫做這個 嗯 Supplemental Motor Area 跟另外一個叫做這個 Premotor Area OK 好 這兩個腦區呢 這兩個腦區其實跟運動 也是非常有關係的 好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 這一個是我們M1 Primary Motor Cortex 這個是最終要下指令的地方 好 譬如說我今天要去伸手拿這個杯子 OK 好大部分是在這邊 8號10告訴你的手 你要做這個動作 好 那當你要做這個動作之前 你當然要一些預備的工作 好 那這些預備的工作 當然就是要其他的區域來配合 譬如說 你要去辨別這個杯子的位置在哪裡 是不是要視覺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眼睛看到這些訊息傳回到你這個 我們剛剛講Visual Cortex在這邊 OK 這些感官的東西 感官的東西 再把這個訊號送到這個 我們剛剛講這個區域 好 那最後才M1這個區域來做 做一個指令 這樣可以嗎 OK 就像我剛剛講那個做杯子這個動作 如果其實你要 這個 有很多地方值得思考嘛 你是要用左手去拿還是右手去拿 對不對 左手可能比較近 或者是右手比較近 或者是你慣用左手或慣用右手 你會去思考 那你會去測量 你會目測 那個距離大概有多遠 OK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做一個動作之前 你當然會有很多很多的預備工作 你會先觀察 OK 然後你會整合 整合之後就告訴你的那個 你的這個 這個M1這個區域 可以去做這個指令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說我們把它這個攤開來看的話 用一個圖表的方式來看的話 其實 這就比較單純了 我們整個運動的 執行怎麼來執行 我們剛剛講了這個AreaFall 這是主要的這個區域 對應到這裡 我剛剛講這個區域對不對 好 這就是AreaFall 第四區域 也就是參與這個運動最重要的這個區域 那第六區就是我們剛剛講這個 這個區域 OK 這是前置工作的區域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整個回路是怎麼樣 所有的訊號 包括你這個感覺的訊號 我們剛剛講說 在這個中央腦溝 後面的是跟感覺有關係的嗎 可以嗎 包括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聽覺 聽覺視覺這些東西都在後面嘛 對不對 你可以發現這些訊號整個往前送 然後送到我們這個大腦生成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叫什麼 基底盒有沒有聽過 大腦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核區 叫Basso Gengren 所以你可以發現有哪些訊號 跟感覺有關的 以及跟決策有關的 我們剛剛講說前面這個地方 是不是做決策用的 OK 決策的訊號 感官的訊號全部都送進來 到我們大腦生成的一個叫基底盒的部位 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整合 你收集你外界的一些訊號 以及你自己的決策 那這些決策包括什麼 你之前拿過杯子的經驗是什麼 這個杯子是不是燙的 如果是燙的我要怎麼拿 或者是杯子是冷的 或者是有人惡作劇這個杯子上面 裝一個電極會電我 對不對 這些都是跟決策有關係 那你會去觀察 所以這些訊號 這些感官的訊號 以及決策的訊號 在這邊做一個匯集 送到我們大腦生成的地方 叫基底盒 OK 接下來呢 這些整合的訊號到哪裡去 在我們Cylamus 剛剛我們有沒有講到一個盒區 叫做一個一個腦區 叫做四千尔有沒有聽過 還記不記得 在我們Cylamus的地方 那基本上這個VL0是我們在Cylamus Cylamus 的地方 這個合區 之後呢 這些訊號又回到這個 第六區的地方 我們剛剛講第六區是哪一個 是做什麼 是預備的 對不對 然後最後執行的這個動作 是第四區下來 然後你去做這個動作 這樣可以嗎 OK 這樣目前可以嗎 老師講的太深了嗎 蛤 不會是不是 所以有聽過什麼是基底盒嗎 有聽過 如果說你把那個剛剛那個大腦的那個圖 我不知道我底下還有沒有圖 我希望我還有圖 這樣會OK 這樣比較好解釋一點 我們剛剛講基底盒就是這一部分 OK 是大腦內部的裡面 OK 是很深 比較深 比較內側的這些核區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皮質的部分 就是這些訊號 感覺的這些訊號 還有這些 這些決策的這些訊號 好 這神經細胞呢 會送出訊號到我們基底盒 在基底盒做一個整合 OK 那基底盒包括哪些 那這整個區域 我們又叫一個striatum 有聽過所謂的蚊重體吧 在大腦裡面 OK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個基底盒 大概就是在這個部位的地方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基底盒的訊號 是來自哪裡 哪裡下來的訊號 這兩張圖或許對照起來看比較容易 我們講大腦皮質對不對 訊號送到我們這個 Beselganglian 基底盒的部位 OK 你們記得這個字 這個 Beselganglian 它包括哪些 我剛剛這邊畫了起來 這些地方都是屬於基底盒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 剛剛這個訊號 上面投射下來的到這邊 OK 最後送到哪裡去 這邊喔 thelemus 這個VL0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區域 另外核區 在我們這個大腦的四丘上面 在我們四丘上面這個VL0的地方 然後最後呢 回到什麼 第六區 也就是這個區域喔 這個區域 OK 這是Premoto Cortex的地方 那它包含兩個部分 我們剛剛講的 OK 那這些訊號呢 會再往旁邊送到這個M1這個地方 也就是你也可以叫它Area4 第四區 然後之後再把指令下來 OK 目前為止可以嗎 那我們要不要舉個例子來想想 來講 我們不要講那個拿杯子的例子 我們來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今天 我們今天在打棒球好了 假如我是投手好了 好 那我今天要投一顆 我想我要先觀察一下 這個打者是誰嗎 假設這個打者的打擊率很高 或者是力量很大 常常打拳對打的時候 我是不是盡量想說避免讓他打 這樣可以嗎 那這時候我這些思緒是哪來的 我們想想看 我是不是站在投手球上面 第一個我是不是要先觀察打者 對不對 觀察打者是長的是黑了還是白的 還是多高多瘦 大概判斷一下他大概力量會不會很大 對不對 這是從我的視覺和聽覺 還有我的隊友會不會提醒我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之後呢 如果說我曾經跟這個打擊者對戰過 我大概知道他以前對我打得好不好 這時候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決策 OK我可能 好吧 他對我變化球打不好 但是對我的直球都打得很好 對我的變化球打不好 但對我的直球都打得很好 那我是不是就盡量避免投直球讓他打 對不對 這時候我的決策就告訴我說 OK我要投變化球 我不要投直球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 這些訊號 感官的訊號 以及大腦決策的訊號 全部在這邊做匯集 OK 送到你們這個大腦的基底盒裡面 然後之後傳回到VL0 在我們Cylamus的地方 OK 然後最後呢 到我們區域6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大概準備好了 你要投球了對不對 你已經想好你要投變化球了對不對 對不對 那真的在投出去這個動作 第四區這個來控制 OK 第四區指令一下去 你球就投出去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講到 就是我們大腦的部分 真正在做動作是你身體的肌肉嘛 對不對 你做任何動作都是靠著你身體肌肉的收縮嘛 對不對 OK 包括你要考試寫字 OK 或者是你要過馬路 要閃公車 這些都是你肌肉 肌肉的 肌肉的這個動作 肌肉的收縮來造成這些動作 OK 好 那肌肉怎麼收縮 完全是有神經細胞告訴他這個指令 神經細胞它告訴這個肌肉 你要哪一塊肌肉要收縮 哪一塊肌肉就要放鬆 好 經由不同肌肉的收縮放鬆這樣的配合 你去執行各式各樣不同的動作 好 那這訊號怎麼下來 我剛剛講了 第四區這個是最終的這個下指令的區域 好 那它下來基本上分成幾條不同的路徑 好 你會發現就是說我們身體的肌肉 大部分都是在哪裡 大腦以下的地方嗎 最多的地方在哪 在我們四肢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OK 當然你也可以告訴我說 顏面也有一些肌肉 你的舌頭也是肌肉 那基本上這些都是在我們大腦以下的 OK 那基本上這個訊號離開了大腦之後 其實分成幾個不同的路徑 好 基本上你可以發現這個神經細胞呢 直接下來 送到哪裡去 大部分會送到我們的脊椎去 OK 那透過我們的脊椎是去跟我們的四肢做連結 我們做出各式各樣的動作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基本上你可以發現有幾條不同的路徑 好 其中的一條 我們先看到這個最主要的 由這個最上面直接傳下來的 這一條路徑我們叫做Cortical spinal track 好 我們中文翻作叫什麼 皮質脊髓路徑 這其實蠻簡單的啊 你把這個字拆開來看 就是Cortical 就是從我們Cortex 從我們皮質 一直到Spinal Cord 所以你看這個是Cortical spinal Passway 直接從我們大腦皮質訊號 直接送下來到我們脊椎的部分 這叫做大腦皮質路徑 這叫做大腦皮質路徑 所以可以齁 這是主要的這個訊號的過程 那其實有一些路徑是 在中間才分出來的 那其實這些路徑 這另外三條 其實都是在我們腦幹 腦幹所產生出來的 分岔出來的這些訊號 那分成三條 其中的一條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些什麼 這個從我們Brainstand的腦幹路徑 分成哪一個 分成哪些 的話這個 這個紅核脊髓路徑 就是這個 Rate Nucleus 從我們紅核出來的 在我們的這個大腦裡面 有一個腦區 在我們腦幹裡面 sorry 我們腦幹裡面 有一個腦區叫紅核 那從這個紅核出來的 這個就叫做這個 這個紅核脊髓路徑 這樣可以齁 OK 那除了這個滋味 在我們腦幹 有另外兩個其他不同的 不同的核區 有一個叫什麼 Vidicular Nucleus 網狀核 網狀核 還有這個呢 Superior Colliculus 跟Vesticular Nucleus 這個叫做上 上丘級前丁核 還蠻複雜 那叫網狀核 以及這個紅核 包括這三個主要的路徑 那這三條路徑是從我們腦幹出來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齁 所以基本上大致上分成兩個主要 一個是大腦下來的 一個是腦幹下來的 那腦幹又分成三條路徑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我是一條一條給各位看喔 好 這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個我們剛剛叫做什麼 我們剛剛第一條我們叫什麼 皮質疾水路徑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怎麼畫 神經細胞在這個上面喔 這大腦皮質的上面 好你可以看到這個 十萬八千里 從這個大腦 跑到這個叫什麼 中腦 大腦往下 是不是連接到我們腦幹 第一個先碰到 就是所謂的中腦 這樣可以嗎 OK 那中腦再往下是什麼 會經過什麼 會經過橋腦 以及這個這個 MADANA這邊畫出來 這個叫什麼 眼腦 OK 那當然這個橋腦這邊就略過了 它沒有畫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路徑 是從大腦皮質一直走下來 跑到哪裡去 跑到中腦 然後穿過我們的這個腦幹 然後到達我們脊髓 OK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 它是這樣跑下來喔 這樣跑下來 但我們眼腦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會繞到另外一邊來 OK 它會有所謂有一個 decusation的一個動作 會跑到對側來 OK 那基本上你會發現 這個這條路徑 它主要負責的功能 包括哪些啊 其實它負責的都是一些 像我們這個遠端的這些 這些運動 比較精細的運動 像你的手指這些運動 OK 都是由這條路徑 所傳送下來的訊號來控制的 所以它主要呢 是控制我們人類很精細的這些運動 OK 那基本上如果它受傷的話 這條路徑如果發生問題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你這些動作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做 可以嗎 有沒有聽過腦中風的病人 腦中風通常是不是半邊癱瘓 對不對 那其實如果你左腦發生問題 其實會是影響到右邊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些路徑 其實它都會到最後 這神經細胞會跑到對側去 所以當你的腦中風如果發生在這邊的話 你通常看到癱瘓的那個肢體會是在對側 這樣可以嗎 那就記得說這條路徑 其實它最重要控制的就是一些 一些這個 這個很精細的這些動作 像你這些手指的運動 OK 那另外一個呢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紅核路徑 從哪裡來的 我們剛剛講 在我們腦幹裡面 有一個核區叫Red Nucleus 紅核 OK 你可以看它神經細胞是從這邊出來的 那跑到眼腦之前 它就已經先跑到對側去了 OK 然後之後才跑到我們的脊椎裡面去 OK 那這一部分是控制什麼 基本上控制那個肢體遠端的身距離區距 包括些什麼 像你這個手背 這算是嘛 對不對 OK 這些運動都屬於這個Red Nucleus來控制 這樣可以嗎 所以稍微去看一下這個圖 其實應該不難了解 這個一點 它畫的這個 指的就是神經細胞本體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這樣延伸下來 OK 所以如果說 當我們來看這樣的一個神經細胞的話 你們會不會發現其實神經細胞它非常的大 如果你光看細胞核的話 當然 你可以 你可以否定我這個講法 可是如果你看 把它的這個 細胞本體再加上神經纖維都算進去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它的總面積是非常大的 OK 比你身體任何一個細胞都要來的大 這樣可以嗎 OK 好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目前為止 好 沒有問題我要繼續往下 好 另外幾條路徑 我們剛剛有講到 這個 所謂的這個 Vespular Vespular Spinal Trap 指的是哪裡 腦幹 腦幹這個 Vespular Nucleus 這個地方 好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這邊有中文 老師幫你們翻成中文 這是從前庭 前庭脊髓入境 好 從這邊下來 好 那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你可以看到它下來之後 它是到兩側的 脊髓 它都會有 跑過去的一個現象 好 它會控制這個兩側的脊髓 OK 好 那另外這個呢 這個 我們叫這個 這個 Tectal Spinal Track 這Tectal Spinal Track 指的是什麼 四疊 四疊體積 四疊體積水路徑 有時候講中文真的是很麻煩 老師比較prefer講英文 好 這叫Tectal Spinal Track 你可以發現它從哪裡來 它是從這個地方來 好 從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Superior Colliculus 這個地方來 好 也是我們腦幹裡面的一個 河區 好 你可以看它也是從這邊下來 好 那它是從這邊來跑到我們對側的 急蛇去 OK 好 那最後一條叫什麼 好 這個叫Reticulous Reticulous Final Track 好 這個 往急蛇路徑 OK 好 它主要是拿兩個河區來 你可以發現它是第一個是從這個 Pontine Nucleus 好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橋腦 橋腦裡面的一個河區 好 你可以看它一樣延伸下來 跑下來 跑下來 好 但是它沒有跑到對側去 它留在同側 OK 好 那另外一個是從哪裡來 一樣是從這個 這個眼腦 眼腦這個河區 好下來 然後 到這邊 OK 好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大腦 的訊號 送出來之後 分送到各地去嘛 好 有的是直接從我們大腦皮質直接到我們脊椎的 有一些是從我們腦幹 發號施令到我們脊椎的 這樣可以嗎 OK 好 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 我們 我們這堂課教了些什麼 我們教了些什麼 我們教了各位看的一些腦的結構 然後我們知道什麼大腦皮質 還有大腦不同的區域是做什麼事情 好 那當然各個不同的腦區 如果我們要講的話 會花蠻多的時間 好 那因為我們這堂課主要是 Focus在這個Motal Control 我們大腦是怎麼樣控制 我們身體的運動這一塊 好 所以我會特別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跟各位講 你會發現其實這個 這個很多都是 這個英文的 英文的單字 好 其實你們稍微看一下 好 你們就是把這個大概的 那個重點稍微記一下 就稍微知道就是說 我們皮質的訊號 好 在我們大腦裡面 是要先做一些決策的動作 一些思考 一些決策 還有整合這些資訊 好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在皮質的這些訊號 會先送到大腦裡面的這個基底盒 對不對 然後基底盒再送到哪裡 再送到我們四丘的VL0 對不對 然後之後再送到哪裡 第六區嘛 對不對 好 那第六區再會送到旁邊那個叫什麼 第四區 有些人叫它M1 好 只要跟Motal有關係的 好 這是M1 這個區域 那之後從M1下來的訊號有分成幾條 只要分成兩大 兩大部分 一大部分是從大腦皮質下來的 另外一個是腦幹下來的 對不對 那腦幹下來的又分成三條 OK 在各式各樣不同的核區 所送下來的這些訊號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好沒有問題我要繼續往下囉 好所以你可以想像到的 身體裡面這個 各式各樣不同的動作 都是由這個不同核區來控制 所以我們身體各式各樣的動作 你會想像到的 需要很多不同腦區來參與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連起來看好了 我們剛剛講這個訊號是從大腦下來的 大腦的訊號送下來送到你的脊髓 OK 送到脊髓之後呢 再跟我們身體上面的這些 各個部位的肌肉做一些連結嘛 對不對 好 譬如說你今天跑步 大腦告訴你要跑步 你的訊號送下來 到這個部位 然後再送到你的這個 大腿或小腿 以及這個腳 好 這個這些肌肉 那於是你就能跑步了嘛 OK 那基本上你們會發現 這個大腦的結構我們剛剛有講過 有所謂的左右 兩個大腦左右半球 對不對 底下是什麼 腦幹對不對 OK 那這是我們小腦對不對 可以嗎 那這是我們所謂的脊髓的部分 那你們發現 你們會發現就是說脊髓的部分 其實如果說你把它 這個脊髓把它攤出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也分成幾個不同的部位 好 這個上面的叫做什麼 這叫做我們的Cervical Cervical指的是什麼 Cervical指的是什麼 頸椎的地方 頸椎的地方可以嗎 好 就是你脖子的地方 這個頸 頸植的地方 OK 那中間這叫什麼 Cervic 這邊沒有寫 好 應該指的就是我們胸椎的地方 這邊 這邊的部分 OK 好 那這邊的Lumber呢 Lumber指的是我們腰的意思 腰椎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頸椎 胸椎 腰椎 那最後一個你應該要回答我 它叫什麼 尾椎 OK 所以不難 好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是頸椎 胸椎 腰椎 尾椎 這樣可以嗎 其實那個脊椎就是這樣來區分它 那你會發現其實它有個特色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其實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頸椎的地方 以及在這個腰椎的地方特別大 有嗎 這邊特別大 這邊也特別大 想想看為什麼它特別大 蛤 想想看為什麼它特別大 大聲一點 可以 可以做轉動 可以做什麼 做一些 做一些動作 是不是 你的意思就是說這個可以做轉動 等一下 你是說這個頸部可以做轉動 然後你的腰是腰部可以做轉動 是這樣嗎 還有沒有別的說法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這兩個區域看起來比較大 還有沒有別的想法 還有沒有別的想法 這很有意思的想法 你的確是可以做轉動 有沒有人要支援呢 好 我們把身體 如果這旁邊就是右 右邊是一個身體 你們有沒有想過就是四肢所在的位置 是不是肌肉應該要特別的發達 OK 你要做一些比較精細的動作 通常都是四肢嘛 對不對 你手去拿東西 這些動作很精密的這些動作 其實不可能是由你 這些腹肌啊 或者是背部這些肌肉來做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特別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這些 這些神經細胞呢 它所控制的是你的四肢嘛 OK 所以這兩個地方是特別大的 是因為它神經細胞特別多 OK 我們先下課休息 有問題的可以來問我 OK 好 我們來繼續上課了 我們剛剛上到這個 spinal cord的部分 脊椎的部分 脊髓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特別大的地方是哪裡 我們的這個 腊椎跟我們 我們的胸椎 跟我們的尾椎嘛 對不對 好 那想想看這些對應到哪些功能 我們剛剛講了 好 這個頸椎跟我們這個 腰椎負責的是我們哪裡 我們哪裡 我們四肢的肌肉嘛 對不對 OK 好 那中間呢 這個胸椎呢 它負責哪一部分的肌肉的運動 想一下 想一下 哪裡 我剛剛講了齁 包括你的腹肌的這些運動 胸肌的這些運動 還有背部的肌肉這些運動 OK 都屬於中間這一塊 OK 好 那尾椎呢 想想看尾椎負責哪些運動 哪一部分的肌肉可能在那個位置 OK 跟性器官有關係的 所以跟性器官有關係的 這些都是在尾椎的地方 包括你上側左 這些運動 肌肉的收縮可能都跟這個地方有關係 所以這個腰椎 再一次講 跟你的腳 大腿小腿還有你的腳 OK 好 這個頸椎的地方 跟你的手背 上臂 還有手指 OK 胸椎的地方 腹部 背部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基本上這個 spinal cord 它的整個整個形狀 這是一個老鼠 其實跟人大同小 意思是我們人是站立起來的 好 這個老鼠上面的這個大腦 以及它的脊椎 其實都很類似 好 如果你從一個這個這個這個 卡通圖上面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說 如果你把它這樣切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它其實像一個這個 這個什麼 什麼樣子 像一個蝴蝶 蝴蝶的樣子嘛對不對 好 那基本上這個細胞本體呢 大部分都在這個裡面 好你會發現就是 所有跟我們肌肉 做連結的這些神經細胞呢 都是從這邊把訊號送出去 OK 那想想看 這邊是什麼的 好 這邊畫紅色的地方 主要都是跟感覺有關係的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訊號 出去的大部分都是跟動作有關係 好 那什麼是東西是進來的 跟你的外界的感受感光的這些感覺 感覺訊號 OK 好所以你基本上會發現就是說 跟感覺有關係的 訊號是進來的 然後跟運動有關係的訊號是出去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你今天踩到一根釘子你會不會痛 在你感覺到痛之前你會發生什麼事 幹嘛你們太安靜了點 踩到釘子你會發生什麼事 會先 腳會先縮起來嗎 可以嗎 OK 踩到釘子會先縮起來嗎 這是什麼 反射動作吧 是不是 OK 那感覺到痛這件事情呢 感覺到痛這件事情就是你大腦告訴你的 所以你踩到釘子這根訊號 好 痛這個訊號會先傳回來 告訴你的這個 傳到你這個運動的部分 讓你腳的肌肉先收縮先閃開 同時他也會把訊號往哪裡送 往回送送送到大腦的地方 這時候你大腦才有感覺是痛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基本上你的反射動作其實很快 一個感覺 一個感覺的訊號回來馬上就一個動作出去了 那至於就是有 有知覺的這一部分 是你大腦做處理的 所以這些訊號 感覺的訊號一樣會再送回來 你的大腦 OK 這樣可以 好 那這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稍微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細胞本體的 跟運動有關係的細胞本體 都大概在這個 這個叫Ventro Ventro的地方 也就是靠腹部的地方 腹部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訊號 運動訊號出去的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叫做Dosolul ganglion Dosolul ganglion 指的就是這些感覺神經細胞 它的細胞本體所在的位置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團突起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一些 感覺神經細胞的聚集的地方 它的細胞本體在這邊 那它的神經末傷 是接收訊息的地方 像你皮膚表面 OK 皮膚表面的這個訊號 就會送回到這個神經細胞本體 然後再藉由這個另外一邊 傳送到這個中速神經系統 裡面去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講了 在這個脊髓以外的 就是周邊神經系統 這樣可以嗎 中速神經系統 就包括你的脊髓跟你的大腦 就這個地方 還記得吧 OK 好 那這又是更明顯的一個例子 來看你這個反射動作 到底怎麼做 你當你這個皮膚表面 好 一個pin插下去 釘子插下去 會感覺到痛 好 這時候感覺訊號會回來 好 我們剛剛講這是哪裡 都收錄一個點是細胞本體的地方 對不對 OK 好 感覺 這個痛的感覺回來 傳到哪裡 傳到脊椎裡面 脊椎裡面有所謂的中間神經元 好 這中間神經元的作用是幹嘛的 就是連接這個感覺跟運動神經元之間的中間細胞 我們叫做中間神經元 OK 你看他這個訊號回來之後呢 再把這個訊號傳給這個運動神經元 這時候發生什麼事 他趕快再把訊號傳出去 這時候你插到釘子的那附近的肌肉 就要趕快 趕快做動作 趕快要收縮嘛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很快速的一個 一個 一個反射動作 你插到釘子 之後訊號回來 馬上 感覺神經馬上把訊號傳給這個 這個interneuron 就是中間神經元 然後再送到這個運動神經元 把訊號傳出去 運動神經元最主要就是控制肌肉的時候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一條一條畫的 就是所謂的肌肉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仔細來看 一個個來看 這個每一個神經細胞長什麼樣子 我們剛剛介紹了哪幾種細胞 我們剛剛介紹了幾種 三種細胞嘛 有所謂的 跟運動有關的叫什麼 跟運動有關的叫什麼 運動神經元對不對 跟感覺有關的呢 就感覺神經元嘛 這麼簡單 那兩個連接的呢 叫什麼 中間神經元 OK 一個個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長什麼樣子 運動神經元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這個細胞本體是大大的一顆 OK 然後你可以發現什麼 細胞本體附近有所謂的這個神經纖維的突出 這個我們叫做dendrite 有聽過所謂的速圖嗎 有學過嗎 速圖是做什麼用的 接收訊號的對不對 好 神經細胞的速圖是用來接收訊號的 OK 訊號收集了之後 在這個細胞本體做處理 然後呢 有所謂的軸圖 有聽過所謂的軸圖吧 軸圖是做什麼用的 蛤 把訊號送出去的嘛對不對 OK 所以訊號來了 送送送送出去 送到這個軸圖 然後再送到這個神經末梢 最後告訴這個muscle 這個肌肉 肌肉纖維要收縮嘛 這樣可以嗎 OK 好 那這個中間呢 這個一團一團的叫什麼 有沒有聽過許望細胞 有聽過許望細胞 許望細胞是做什麼用的 我們把這個神經細胞 想成是一條電線好了 因為我們知道神經訊號的傳遞 基本上就是像電影一樣在傳遞嘛 OK 那你把它想成一個電線的話 那這一圈一圈包在外面 你可以把它想成什麼 包在電線的外面 包在電線外面的叫什麼 一絲一絕絕緣體嘛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要有絕緣體 怕漏電嘛對不對 OK這樣可以齁 所以你把神經細胞想成是一條電線 然後外面包一圈一圈的 然後外面包一圈一圈的 這些許望細胞就像這個 絕緣體一樣把它包在外面 所以你訊號在傳的時候 才會很快速 OK 否則你想想看 像我們剛剛講的 從大腦一直到你的 那個腿部這個肌肉 這麼長的一條路徑 你要是沒有這些絕緣體 包在上面的話 是不是很容易就漏電 OK 漏電漏到最後 你訊號傳到末殺的時候 還 那個訊號就是變得很微弱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有這些許望細胞 包在外面 這一圈一圈的 這叫做隨俏 它的功能主要就是 像那個絕緣體一樣把它包起來 這樣可以 OK 所以幾個重點 我們有細胞本體 我們有所謂的dendrite 速圖的部分 是用來接收訊號的 有所謂的軸圖 就是把訊號送出去的這個 長長的這一條神經纖維 OK 那軸圖外面有包 一圈一圈的這些 叫做什麼 許望細胞 它像絕緣體一樣 主要的功能就是 幫助訊號的傳輸 OK 到了神經末殺的地方 這個跟肌肉交接的地方 我們叫做什麼 神經肌肉交接點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嗎 就是神經肌肉交接的地方 OK 好 那回答我一個問題 我們神經細胞是 利用什麼 什麼什麼來跟肌肉做溝通的 我們運動神經元這個神經細胞 怎麼樣跟肌肉做溝通 我們剛剛講說像是一個電流一樣 對不對 像訊號像是一個電流 沒有 你怎麼樣利用這個訊號跟這個肌肉收縮 你怎麼告訴肌肉它要收縮 OK 有沒有聽過一些叫神經傳導物質的東西 有聽過 神經傳導物質是什麼 是神經細胞用來跟其他細胞做溝通的 包括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溝通 之間的溝通 都是可以利用這些神經傳導物質 OK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訊號 像電影一樣的訊號 傳到末梢 傳到末梢的時候 這個訊號 這個電的訊號 會轉換成一個化學物質的訊號 會讓神經末梢 分泌一些神經傳導物質 這些利用這些神經傳導物質 去跟這個肌肉做溝通 有沒有聽過乙烯膽檢 這個東西有聽過吧 乙烯膽檢是不是一個神經傳導物質 OK 好 乙烯膽檢是神經細胞 特別是運動神經原用來跟肌肉 做溝通的一個神經傳導物質 OK 所以乙烯膽檢有聽過吧 好 那乙烯膽檢如果說 如果說 我舉個例子好了 有沒有人知道說被蛇咬 被蛇咬是不是有一些時候會癱瘓 肌肉沒有辦法收縮 好 那是不是表示這個 這個蛇的這個毒液裡面 有一些有一些東西 會抑制你神經細胞跟這個肌肉細胞之間的作用 OK 被蛇咬了一口 OK 所以這些蛇毒主要的這個作用的點在哪裡 它基本上呢 我們都知道到神經末殺的時候 會釋放出乙烯膽檢對不對 乙烯膽檢是不是會跟這個肌肉上面 乙烯膽檢的受體做結合 可以嗎 所以基本上蛇毒裡面的成分就很像乙烯膽檢 可是它又沒有乙烯膽檢的功能 OK 所以它基本上是把乙烯 是一個類似乙烯膽檢的東西 那它大住那個乙烯膽檢 肌肉上面的乙烯膽檢的受器 好 這時候你神經細胞的乙烯膽檢 是不是放 就算它放出來了 它還是找不到它的受器 因為被蛇毒佔據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當你被蛇咬的時候 有些某些蛇毒的成分它會讓你癱瘓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阻斷了你的神經 跟肌肉之間的訊號傳遞 OK 神經細胞有反應 可是肌肉不會收縮 中間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蛇毒它阻斷了這個聯繫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下一個細胞呢 我們剛剛講的 感覺神經元是不是也很重要 我們剛剛講那個反射 你踩到一根釘子了 你要趕快肌肉收縮嘛 對不對 那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這感覺神經元它的 它的一個特性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它是一個細胞本體在這邊 那它不大一樣的是它只有一條軸凸喔 OK 那軸凸是這樣一條 然後細胞本體是在中間 那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末梢有一些感覺受器 這些感覺受器有各式各樣的感覺受器 有一些神經細胞專門負責 譬如說痛覺 有一些細胞特別 有一些受器專門負責什麼 熱 或者是癢 OK 所以各式各樣不同的這個感覺 感覺受器都會分佈在這個 這個感覺神經元的末梢 當我今天摸我手的時候 我可以感覺到這個是什麼 輕微的觸覺的時候 我大概感覺它是癢 稍微癢而已 但是很用力的去抓它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痛覺了 OK 所以不同的動作 不同的這個訊號 會刺激不同的受器 那這個是透過不同的神經細胞 把這個訊號 傳送到我們中樞神經系統 OK 當你感覺到是痛的時候 這個訊號傳回來之後 是不是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趕快再把訊號傳到這個運動神經元 讓運動神經元去做反應 趕快把這個肌肉收縮回來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它的特性是什麼 跟我們剛剛的運動神經元 其實不大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它細胞本體 運動神經元細胞本體 是在這個上面的地方 它有一條很長的軸圖 OK 感覺神經元不大一樣的地方 它的細胞本體在中間 那它的軸圖是這樣一長條 末端的地方 是跟像我們皮膚這個地方 皮膚接觸的地方 會有很多的感覺受器 基本上這些訊號是這樣子回來 然後傳送到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很簡單的細胞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中間神經元 中間神經元 就是在連結這個運動神經元 跟感覺神經元之間的細胞 就所謂的運動神 中間神經元 那它的結構也很簡單啊 它有很大一部分的這個dendrite 也是在收集訊號的 收集哪來的訊號 蛤 收集誰給它的訊號 感覺神經元嘛對不對 好 那它一樣有所謂的軸圖 把訊號送給誰 把訊號送給運動神經元 OK 好 這樣沒有問題 好 好 那基本上如果說你把一個神經細胞 你把一條神經把它這個切開來看 它其實是長這樣子 好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小小條的神經纖維 好 然後它組成一大團 好 然後這一坨的神經纖維又組成更大的 好 一條大的神經 好 那基本上我們舉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像我們身體裡面 控制我們腿部啊 腳收縮的這神經叫什麼神經 有沒有聽過坐骨神經 有嘛 很大一條啊 好 基本上從我們脊椎這邊延伸下來 一直到我們腳 坐骨神經嘛 OK 你如果把這坐骨神經拿下來看的話 它長的就是這樣子 好 好 有一小一小一小條一小條的神經纖維 聚集起來變成一大團 OK 好 就像你那個小小小小小小電線一樣 好 聚集成一大條的時候這樣像什麼 一大條的電燃 OK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你這個神經 好 它除了這個神經纖維之外呢 還有這個紅色藍色 這什麼大家知道嗎 要血管 好 為什麼需要血管 好 好 血管是做什麼用的 做什麼用 血管是做什麼用的 看完啊 回答我 為什麼我們要血管 我們要提供氧氣 我們要提供氧氣 我們要提供氧分能量 這些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就是沿著這個神經纖維 會有血管沿著它走 基本上就是提供一些物質的交換 氧氣的交換 好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會有血管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這個肌肉收縮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神經的部分 接下來講肌肉的部分 我們這個訊號送到最後 是不是要跟這個肌肉做溝通 真的在做這個動作其實是肌肉細胞嘛 對不對 神經細胞只是下達一個指令 OK 做動作這件事情是靠的是肌肉的收縮 好 那基本上呢 在講這個肌肉之前 我們還是先有一些專有名詞 先各位稍微定義一下 好 基本上我們剛剛講的運動神經元 有分成兩大類 好 一類叫什麼 我們所謂的Alpha Motor Neuron 好 Alpha Motor Neuron主要的功能是幹嘛 是跟這個肌肉的收縮有關係 OK 好 另外一類的Motor Neuron呢 叫做Gamma Motor Neuron 好 這個Gamma Motor Neuron 它的 它的功能比較特別一點 它是跟這個肌肉的張力有關係 OK 當你肌肉在收縮的時候 你身體必須要能去感受你 你肌肉的 縮張的 這個 這個 壓力的一個狀態 OK 當你肌肉已經收縮的時候 收縮到一個很嚴重 很 很嚴重的程度的時候 如果你再繼續用力的話 是不是就很容易拉傷 或者是韌帶斷裂 有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你身體必須要去能感受 你現在 你的肌肉張力的一個狀態 OK 好 所以基本上 Alpha Motor Neuron的功能呢 主要是跟這個肌肉的收縮 一般的肌肉收縮有關係 Gamma Motor Neuron呢 主要是跟這個肌肉的張力是有關係的 那我等一下會再講 好 那除了這個兩個 運動神經 兩類的運動神經元之外呢 我們運動神經元還可以加以定義 有所謂的Motor Unit Motor Unit指的是什麼意思 好 在這邊的定義是什麼 指的是一個Alpha Motor Neuron再加上什麼 它所有的神經纖維 OK 這叫做一個Motor Unit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什麼叫做一個Motor Pool 這邊有另外一個專有名詞 叫Motor Pool 什麼叫一個Motor Pool 它剛好是相反的 它指的是 控制同一條肌肉的 同一群運動神經元 這一群運動神經元呢 我們叫它一個Motor Pool 這樣可以嗎 OK 我們剛剛講的Motor Unit 指的是單顆的運動神經元 對不對 一顆對應到它的纖維的 肌肉纖維 這個我們叫做一個Unit 那很多個Unit 組合起來 我們叫做一個Motor Pool OK 那這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要注意到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Motor Pool 指的是同一條肌肉 譬如像這個二頭肌 控制二頭肌的這一群 運動神經元呢 我們指的它是一個Motor Pool 這樣可以齁 好 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什麼是Motor Unit 什麼是Motor Pool 可以齁 OK 好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肌肉的收縮呢 其實它可以 根據這個運動神經元參與的數目 可以決定這個肌肉收縮的程度嘛 像我們在比腕力的時候 有些人是不是一開始在比腕力的時候 他可以不需要很用力 等到最後他要扳倒對手的時候 他可以突然用力 OK 那我們怎麼樣去控制這個力大 想想看我們怎麼樣去控制這個力大 基本上你控制肌肉的收縮的方法很多種嘛 第一個就是神經訊號的強度的多高嘛 對不對 神經訊號給它的強度越強 是不是收縮的越強烈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一個 這個頻率 這是指的是這個運動神經元 它活化的頻率 這邊是一個神經衝動 這邊又是另外一個神經衝動 你可以看到它的頻率是這樣 當你加快它頻率的時候 到這個底下它頻率這麼快的時候 它肌肉收縮是不是到達一個頂端 到達一個頂點 OK 所以你可以藉由控制這個 運動神經元它這個神經衝動的頻率 來控制它肌肉收縮的程度 OK 這樣可以 有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OK 好 那接下來這張圖只是要跟各位講 我們剛剛講的 什麼叫做一個Alpha Motor Neuron 什麼叫一個Gamma Motor Neuron 這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運動神經元有兩種 一種叫Alpha 一種叫Gamma 所謂的Alpha Motor Neuron 你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的 這個綠色的運動神經元 它對應到的就是整條大條的肌肉 OK 所以Alpha Motor Neuron的功能在幹嘛 控制這整條大條肌肉的收縮 OK 至於這個Gamma Motor Neuron 我剛剛講它的功能是幹嘛的 還記不記得 在調控這個肌肉的張力嗎 對不對 OK 那知不知道我們肌肉裡面有一群很特別的細胞 叫肌梭 不知道 好 現在學起來 好 在我們肌肉裡面有一群細胞叫肌梭 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這個 這個肌梭裡面呢 有一些像感覺神經細胞的東西 OK 它會把這個訊號送到中樞神經系統 然後告訴你這顆這個Gamma Motor Neuron 是不是要跟著收縮 這樣可以嗎 所以基本上這一個肌梭呢 肌梭的這個收縮跟這個外面這個 整塊大肌肉的收縮是 是同時在進行的 OK 那彼此要互相配合 當你肌肉收縮的時候 你肌肉是不是到達一定的張力的程度 OK 這時候你身體必須要能感受你張力的程度 OK 否則你如果感受不到你肌肉這個收縮的一個程度 是不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你常常肌肉就會受傷 OK 所以基本上這兩種運動神經元是負責不同的事 我們記得 Alpha Motor Neuron負責的是肌肉的收縮 OK Gamma Motor Neuron負責的是肌梭的收縮 OK 這肌梭的功能就是在感受肌肉的一個張力 OK 好 那我等一下還有一張圖跟各位解釋一下 他怎麼樣去感受肌肉的張力 這是一個例子告訴各位 當你手平常在沒事的時候 你突然遭受到一個重力 這時候發生什麼事 你手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會想要朝反方向的地方來做運動 我們會有一個反射動作 譬如說我今天推你一把 突然之間推你一把 你身體會自然的會有反射動作 會想要回復到原來的狀態 這樣可以嗎 好 如果是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這是一個平常的狀態 OK 當你肌肉突然收縮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我們剛剛講說這是外部的這個大塊的肌肉收縮 都是由這個Alpha Motoneum來控制的嘛 對不對 好所以當你外面的這個肌肉一收縮的時候 裡面發生什麼事 這個肌縮 這他也是一塊肌肉嘛 也是肌纖維嘛對不對 OK 這個肌縮其實發生什麼事 他其實是一個鬆散的狀態 好這時候鬆散的狀態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他感受不到這個肌肉的張力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好我們就必須要由剛剛這一個 這個 Gamma Motoneuron 告訴他你要跟著收縮 OK 這時候這個張力的訊號才會 再回到我們中速神經系統 告訴我們OK這個現在的張力的狀態是怎麼樣 你的二頭肌和三頭肌哪一個是收縮哪一個是胖雙的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整個來看的話 你們發現什麼 發現什麼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Alpha Motoneuron 對不對 這個Alpha Motoneuron做什麼事 他控制這整條肌肉的收縮 OK 那當他控制這整條肌肉的收縮的時候 這個同時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Gamma Motoneuron 是控制什麼 激縮的收縮 OK 那激縮上面有一些感覺神經 我剛剛講了 有一些感覺 感覺神經 這些感覺神經會把訊號送回到我們中速 再回來告訴你這個Alpha Motoneuron OK 所以這個訊號是一個循環的 這樣可以嗎 這個圖看得懂 那除了這個 這個在這個積縮裡面的感覺之外呢 其實我們在這個肌腱上面 我們這個Gogi Tendon Gogi Tendon我們怎麼去翻它 韌帶是不是還是肌腱 肌腱吧 OK 肌腱上面或者是韌帶上面 我們也會有一些受氣 基本上你肌肉在拉扯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這個肌肉 肌肉在收縮的時候 它是往兩邊做一個拉扯 對不對 那這被扯的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Tendon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中文怎麼翻 反正是肌腱還是韌帶 這地方也會有受氣 你可以看到藍色的部分 它的作用是幹嘛 它是回來去抑制它的 往這邊寫一個負號 也是它透過一個中間神經元去抑制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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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 你想想看如果說當你肌肉在收縮的時候 你這個韌帶是被拉扯的對不對 那如果繼續再扯下去的話 是不是就韌帶斷裂了 OK 所以這個韌帶上面 通常會有一個訊號回來告訴這個 運動神經元 會抑制它說 你不要再收縮了 你再收縮我就斷給你看了 OK 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整個 這個肌肉收縮的 這個 神經元 運動神經元 跟肌肉之間的交互作用 是這樣一個 互動 互動情形 這樣可以嗎 這個圖有沒有看懂 這個圖有沒有看懂 可以齁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些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運動神經元 運動神經元主要就是控制運動的 跟肌肉之間做一個 互動 OK 那運動神經元 我們剛剛講的分哪兩種 α跟γ對不對 α是做什麼用的 控制肌肉收縮 那γ做什麼用的 是去控制肌縮的收縮對不對 那肌縮上面有什麼 有感覺神經 這個肌縮上面有感覺神經 會隨時回來告訴你肌肉收縮的一個狀態 OK 除了這個肌縮上面有感覺神經之外 在這個Tandem上面 在這個Golgy Tandem上面 也會有感覺神經 好 回來告訴這個運動神經元 讓這個中速神經系統了解你肌肉收縮的一個狀態 這樣可以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些比較基本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 一個訊號 一個訊號傳送到肌肉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好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運動神經元受到一個刺激的時候 他會把訊號傳送到肌肉 告訴肌肉做收縮嘛對不對 OK 好那我們又剛剛又講說這個 把神經細胞想成是一個電線 基本上是利用電的方式來做一個傳達 OK 那神經細胞怎麼利用電的方式來做傳達 我不知道你們以前有沒有聽過神經細胞的去極化 沒有 都沒有表情是有聽過還是沒聽過 有些人有聽過有些人也沒聽過 好 我們從基本的開始來講 神經細胞其實它是 就是跟平常細胞沒什麼兩樣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會分泌一些神經傳導物質 用來跟其他細胞做一些溝通 OK 那神經細胞怎麼知道它什麼時候要把訊號傳送給別人 它一定是受到一些刺激嘛對不對 OK 好 那基本上我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沒有聽過 我們這個一般的細胞 包括神經細胞它的磨電位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好 大家知道說我們細胞表面的磨電位是大概一個負電的 負70的一個狀態 好 知道為什麼它會在負70左右嗎 有些人說負65 有些人說負70左右 為什麼 磨電位是負電主要的情況 主要是什麼所造成的 好 主要是因為細胞內跟細胞外離子分布不均勻嘛 對不對 OK OK 所以這時候才會造成那個磨電位是 不是 維持在一個負電的狀態 那基本上細胞怎麼樣讓這個磨電位 維持在一個負電的狀態 想想看 好 一定有一些特別的管道讓這個 細胞內跟細胞外的離子分布不均勻嘛 好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所謂的 這個磨甲幫浦 細胞膜表面的一些蛋白質 專門用來運送這些離子的 其中有一個蛋白質我們叫它 磨甲幫浦 這個磨甲幫浦的作用是在幹嘛 把磨甲離子跟甲離子做一些搬運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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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磨甲幫浦它每一次呢 它會把大概三個磨甲離子搬出去 把兩個甲離子搬進來 好 每次把三個納離子運出去 兩個甲離子搬出來 造成什麼下場 外面是不是納離子很多 細胞裡面是不是甲離子很多 OK 那我每次搬出去三個正電 然後只搬進來兩個正電 那中間是怎麼樣 外面是不是比較偏正 外面是多一個正電 每次這樣一次搬運 就外面多一個 多一個納離子 那裡面就只有兩個正電 所以到最後呢 是不是 細胞內部是處於一個 比較正電比較少的狀態 OK 這時候你如果去測量一個電極 去插到這個細胞內部的話 你會發現 細胞膜表面帶的是比較 外面是比較偏正的 然後裡面是負電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 細胞內部大概是-70的一個狀態 這樣可以嗎 平常的狀態是這樣子 OK 好這沒有問題吧 好 那基本上這個神經是怎麼樣 知道說它訊號要傳出去 好 這就是我們像我們剛剛講的 有所謂的 Action Potential 有所謂的動作電位 有聽過嗎 神經細胞會去極化 它會有所謂的動作電位 好那這動作電位是怎麼 怎麼怎麼產生的 我們發現 這個圖給各位看 平常我們剛剛講 因為納甲邦普的關係 是造成細胞內跟細胞外 離子分布不均勻 對不對 OK所以這時候細胞 在平常的狀態底下 因為裡面的陽離子比較少 所以帶比較負電 對不對 OK 當一個訊號來的 基本上呢 會讓這個細胞膜電位發生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Action Potential 動作電位 這時候你會發現就是這個 這個 由於這個神經衝動 能讓這個 這個 細胞膜表面的一些離子通道打開 好 這些離子通道打開 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剛剛講了 細胞膜表面的納甲邦普 一直把 一直把那個納離子運出去 然後一直把甲離子運進來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的細胞膜表面的那個 孔道突然打開了 這時候發生什麼事 這時候是不是很多細胞外面的陽離子 會往裡面衝 因為 原本外面是不是很多震電 對不對 水往低處流 我們說外面的震電很多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往裡面衝 這時候發生什麼事 震電往裡面衝的下場就是 膜電位馬上的上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等到這個神經 神經這個動作電位結束了之後呢 它又回到平常的狀態 回來到 這個 這個我們平常休息的一個狀態 好 這叫做一個動作電位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當你神經細胞接受到訊號的時候 會引起它所謂的動作電位 這時候動作電位起來之後 會把什麼 訊號往下傳 OK 這樣可以嗎 好 那訊號怎麼往下傳 我們剛剛講了齁 這整個神經細胞的結構 哪裡是接收訊號的 各位還記不記得神經細胞的結構 我們拿一個最簡單的細胞來 運動神經元 哪裡是接收訊號的 哪裡接收訊號 所以在這個dendrite的地方 速圖的地方是接收訊號的嘛 對不對 OK 接收到訊號之後 這個神經細胞如果接收訊號 是表示它被刺激了 這時候會讓這個神經細胞 坦生動作 動作電位嘛 對不對 這時候是不是瞬間 讓這個細胞本體這邊的 膜電位 這個裡面的陽離子突然上升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時候的這個膜電位才會上升到 我們剛剛講正40左右 如果還記得 如果還記得的話 OK 好 我們看 反而-70嘛 那突然陽離子進來了 回流了 上升到正40 這時候動作電位展生 它是不是會把訊號往神經末梢傳 可以嗎 我們講說神經細胞要控制肌肉的收縮 是不是這邊 中速神經系統的地方 你的細胞本體是不是在你的脊椎的地方 要把訊號送到末梢 對不對 那如果動作電位在你的脊椎的時候 它這個動作電位是不是要往周邊來擴散 怎麼擴散出去 怎麼擴散出去 我們剛剛講這個離子突然上升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在這個上游的地方 細胞本體的地方 是不是動作電位產生突然讓陽離子濃度突然增加 對不對 這一點可以 OK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是不是陽離子增加 我們這裡把它寫成正好了 指的是說是陽離子增加 OK 那這個陽離子是不是會往末梢擴散 擴散過去 可以嗎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講說這一圈一圈的是什麼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講虛光細胞對不對 它的作用是什麼 絕緣嘛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當你這個陽離子通過這個絕緣的地方的時候 它是不是很快速 沒有什麼阻力嘛 OK 所以到這邊的時候 正電跑來這裡 OK 又經過下一個 這又沒什麼阻力又跳來 所以基本上呢 神經的這個動作電位在傳導的時候 它是一個跳躍式的傳導 OK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發現就是這個動作電位在上游產生 然後它是利用跳躍的方式傳到末梢去 OK 所以把訊號送到這個神經末梢 然後到了神經末梢之後發生什麼事 這是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Action Potential 動作電位 跑到我們神經末梢的地方 到了末梢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我們剛剛講說神經跟肌肉之間的溝通是利用什麼 蛤 是利用什麼 神經傳導物質嘛 那我剛剛講的一個神經傳導物質是什麼 乙烯膽減 可以齁 所以基本上這個神經衝動 你會放到了末梢的地方呢 這個因為正變的關係 會讓這個末梢的地方發生一些改變 這個改變呢讓這個 這個乙烯膽減釋放出來 OK 所以這個乙烯膽減平常是在細胞 在末梢上 末梢裡面的喔 一旦你有神經訊號 這個神經衝動傳傳傳到末梢的時候 這時候乙烯膽減才會被釋放出來 OK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藍色這個 這個一拋 這個會被釋放出來 就跑出來了 OK 這乙烯膽減做什麼用 假設這是一條肌肉 OK 肌肉上面會有所謂乙烯膽減的受氣 OK 所以當這個乙烯膽減 碰到它的受氣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當這個乙烯膽減碰到它受氣的時候 會讓這個 這個受氣打開 OK 這時候發生什麼事 鈉離子又跑進來喔 OK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講的 在正常狀況底下 細胞 一般的細胞是不是都處於負電的狀態 是因為鈉甲邦譜的關係 每次三個鈉離子搬出去 兩個甲離子搬進來 所以外面是不是很多鈉離子 而且是處於一個比較偏正電的狀況 所以當你乙烯膽減 乙烯膽減釋放出來了之後呢 它讓這個 這個是一個離子通道 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呢 第一個會衝進來的就是鈉離子 因為我剛剛我們講了 在平常的狀態底下 外面的鈉離子濃度是很高的 OK 所以當你一個通道打開的時候 剛濃度的東西 會往低濃度的地方跑 OK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 就是鈉離子會跑進來 這個鈉離子跑進來之後呢 又發生什麼事 改變肌肉細胞的膜電位 OK 這個改變呢 會讓肌肉呢 知道說 OK 神經訊號來了 我要收縮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基本上是透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神經細胞跟肌肉細胞 是透過這樣一個互動的方式 來達到肌肉收縮的一個目的 OK OK 好 那基本上這只是給各位看 這個肌肉收縮的過程是怎麼樣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神經細胞的訊號 過來了 告訴這個肌肉 那這肌肉因為它 那個 我們剛剛講 離子管道 這個以吸膽檢受器 打開了之後 讓這個肌肉細胞裡面的這個膜電 會發生改變 這時候會讓肌肉發生收縮的一個狀態 OK 那你可以發現 你如果把這個肌肉 這個一大塊的肌肉 剝開來看 看到最後 會發現就是小小一條一條的肌纖維所組成的 OK 那你可以發現這個肌纖維 基本上是一條一條的 然後它中間會有像這個 這個叫什麼 紋狀體的一個結構 我們骨骼肌又知道紋狀肌有沒有聽過 它會有暗帶明帶暗帶明帶這樣子 OK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可以看到這個 肌結跟肌結之間的 會有一些間隔 那主要明帶暗帶原因的 就是因為這些蛋白質分佈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中間這些 這些這些這些 這些 不動的東西 各位有沒有聽過什麼叫 肌寧蛋白 肌動蛋白 這是在肌肉上面有 特有的一些骨骼蛋白 OK 所以基本上肌肉收縮的過程是怎麼樣 這是肌動蛋白 會沿著肌寧蛋白做一些移動 當這個距離被拉短的時候 是不是就肌肉收縮了 OK 當這個距離又擴張回來 就是肌結跟肌結之間的距離變大的時候 這時候肌肉是放鬆的一個狀態 OK 所以肌肉收縮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剛剛講的神經訊號來了 到達這裡面的時候 會讓這個蛋白質之間發生一個交互作用 這時候他會讓這個肌動蛋白 在這個肌寧蛋白上面做一個滑動 當他往內側滑動的時候 這時候距離縮小 就是收縮的一個狀態 OK 一旦神經的訊號不見了 這個肌肉又放鬆回去 這個距離又增加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基本上是透過什麼樣的原理 基本上我們剛剛講說因為膜電位 肌肉因為收到這個神經細胞給的訊號 這時候會讓他膜電位上升 這個肌肉細胞裡面膜電位上升 會造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下游的反應 就是讓這個細胞 肌肉細胞裡面的這個鈣離脂濃度上升 OK 所以肌肉在收縮的過程當中 這鈣離脂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只要神經的這個神經衝動這個訊號過來 傳到肌肉細胞的時候呢 會引起細胞膜電位的上升 我們剛剛講是因為鈣離脂的關係對不對 第二個反應呢 鈣離脂濃度上升了之後 會讓這個細胞內的鈣離脂濃度也會上升 主要是因為細胞膜表面的這些鈣離脂管道也打開了 OK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呢 當這個鈣離脂進來了之後呢 它會發生一連串的反應 我們剛剛講 這個紅色的是我們剛剛講的肌靈蛋白 還記不記得 OK 這個細細這一條是所謂的肌動蛋白 只要有鈣離脂出現的時候呢 這鈣離脂會跟這個肌動蛋白上面的另外一個蛋白 叫Troponin 你們聽聽就好 會跟它做一個交互作用 OK 這時候一旦它們兩個接在一起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 這個肌動蛋白跟肌靈蛋白之間的蛋白質 才有辦法做一個交互作用 這時候它會像一個這個掃把一樣 在上面滑動 在上面掃掃掃掃 所以藉由這樣的一個運動呢 這個肌動蛋白呢 肌動蛋白在肌靈蛋白上面做一個滑動的一個情況 這時候肌肉才有辦法收縮 OK 好 所以這個只是給各位一個圖 看看齁 這個肌肉收縮就像你在提一個 提一個重物一樣 收縮的過程的時候 其實是縮短這個肌節之間的距離 當你神經訊號不見的時候 這個距離呢 又拉回來 好 就是肌肉放鬆的一個狀態 OK 好 這應該是最後一張投影片了齁 好 這只是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說今天 今天假設呢 控制我們肌肉收縮的神經細胞 發生的問題的時候 會有什麼下場 好 如果這個運動神經元死掉了 你看這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patient 一個病人 好 那這個病人 他主要 坐在這個輪椅上面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運動神經元死掉了 這時候他全身上下的肌肉都沒有辦法運動 包括呼吸都沒有辦法呼吸 OK 我們呼吸是透過什麼肌肉的運動 橫隔對不對 OK 所以如果橫隔肌肉也沒有辦法動的時候 這時候你也沒辦法呼吸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個人 他坐在這邊 全身上下的肌肉都沒有辦法動 包括呼吸都沒有辦法 所以他要接一個管子 OK 那這一類的病人我們叫做什麼 運動神經元疾病 有沒有聽過腱洞人 OK 好 健動人這一類 他有一些一大部分是遺傳 那有一些是 隨機的 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是飲食習慣所造成的 好 那這一類的病人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運動神經元受傷 好 所以造成他們全身上下的肌肉都沒有辦法動 OK 慢慢的就像那個冰凍起來一樣 好 就結凍 像冰凍一樣 所以叫做健動人的原因在這裡 OK 好 那目前為止我們知道是 有一些是跟遺傳有關係的 那其實有90%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OK 有可能跟你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都有關係 OK